你有一个貌美奴花的妻子 可她却一点都看不上你 只因为你实在太小了 但你相信男人的魅力不是去看大小 而是要讲硬实力 所以为了变强你刻苦修炼 时光悠悠很快又过去了三年 这已经是你重生后的第八个年头了 如今你的相貌和身子彻底展开 修为也已经到达连气九层 距离住击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今天是重门一年一度的弟子集训结束日 除了对那些优秀弟子颁奖之外 还有弟子切磋的环节 酒店支柱全部到场来观望本门弟子 虽然同为一宗 但酒店之间却一直存在内斗 酒位店主实力相差不大 所以较量的方式自然是弟子的强弱 你作为乌鸦店的正传弟子 这些年已经深刻感受到 虎落平阳被犬妻的滋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莫七少年穷 今天是时候找回一点场子了 你主动来到那台之上 朗生开口道 乌鸦店弟子临北 向吃云店鸡脉师兄挑战 此言一出 台下一阵唏嘘 要知道今晚已经成功主机 而你却只有练技九层 跨境界挑战并不少见 但所有人都不看好你 更多的是当一个笑话来看 是否苏千亿被你骑得差点吐血 就在刚刚 他还跟其他店主吹嘘 你这些年修炼神速 乌鸦店已经很多年 没有你这样优秀的新弟子了 这多亏当连其他店主 看不上你的资质 而硬塞给他 这才捡到宝了 越说越觉得得意 可你这番操作 让苏千亿好不容易找回的脸面 瞬间都给还回去了 所有人更加确定 你是一个自大狂妄的小鬼 有了一点成绩 就不知天高地厚 突然有一位店主 拿出一柄中品仙剑 只要你赢了 就免费送你 如果输了 他只要三块落书府的神券 这是一笔特别划算的交易 纯粹 就是这位店主 想要打压一下苏千亿 赢什么 倒是不在乎 这一下换走苏千亿为难了 但一向注重面子的他 一怒之下还是答应了 不料白花仙子 竟然这时表示 也要假路 占占法器龙闻玉佩 苏千亿自然不知道 你与白花仙子的渊源 无以为连仙子都要打压自己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其他店主跃跃欲试 从族连忙咳嗽一声 时宜有些过分了啊 这才当其余店主收嘴 既然赌约一成 那比试就正式开始吧 你跟金曼师兄有过节 神知对方不可能手下留情 于是你公然挑衅 只要金曼师兄能接下你一招 这场比试就算你输 台上台下一阵滑篮 跨境界对敌还要一招秒杀 不得不说你这逼撞得太大了 隔下一秒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件领将长剑重重擦在地上 一个巨大的剑阵笼罩了半个场地 你飞升而起悬于半空之中 无数剑气从脚下剑阵飞起 最后犹如一条倒挂的瀑布一般 抄得金曼师兄倾斜而下 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 金曼师兄反应不可畏不快 迅速展开护体精光抵御 这种大范围招式特别消耗灵力 所以不会持续很久 只要熬过这一招 那么他就可以随便拿捏你了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漫天剑气丝毫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就连台上的店主都露出诡异的神色 他们自然认识你使用的招式天竹剑气 可这个技能施展太慢 且攻击时间很短 所以一直都是很鸡肋的招式 但你却可以顺发剑气 且连绵不绝 果然在这剑气的压制下 击买师兄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他也尝试过爆发绝技来破开剑语 可很快又被更多的剑气淹没 击买师兄做梦也没想到 先坚持不住的人竟然会是自己 在最后一次灵力耗尽后 无数剑气倾斜在他的身上 要不是一旁的长老出手 你这一招就能直接要了击买师兄的小命 真正的秒杀 不管台上台下 全都鸦雀无声 到底谁才是猪击期啊 而这还没有结束 这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你身上散发出来 你竟然从炼气九成突破到了炼气大圆满 而且气息深沉厚重 云论自然 这才是你挑战击买师兄的真正原因 你不会在意一个跳梁小丑的记恨 只是你有一种命法名为破心 就像佛门高僧立下红愿一般 越是难以达成的愿望 获得的天道奖励就越丰富 但一个大境界只能使用一次 你立下的红愿就是干脆利落地打败敌人 完成跨境界越敌 等你缓过神来 台下这才爆发出整天动地的欢呼声 谁谁告诉我林北师兄是废物的 林北师兄我要给你生猴子 这一阵你彻底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你 可就在你准备回备站台时 高台之上传来声音 林北上前讲话 你知道该来的还是回来 毕竟两世为人 对修炼和武器以及功法的经验 只怕九位店主都不激你 而店主找你自然之那诡异的天竺剑气 你倒没有刻意隐瞒 原来你视线在长剑身上刻画好剑阵 这样一来只要将剑插在地上就能瞬间展开 原理听起来很简单 可只有亲自实践才会知道 维持剑阵需要多么精湛的控制力 一旦用力过猛 这剑身就会瞬间破碎 可一个剑阵是如何做到持续不断 你继续解释 这是你一个天赋 一心属用 在维持原有阵法的同时 你会继续构筑另外一个阵法 只要法阵不值得够快 就能让剑气裂面不绝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对抗的可不是一招 而是无数次天珠浅气 但战场上可没有人会给你机会 虽然有些取巧 但赢了就是赢了 除了苏千亿和百花仙子以外 其余店主肠子都要毁清了 特别是把你推出去给苏千亿的单顶店店主 你的一心属用证明神魂强大 外加精湛的灵力控制 简直就是为单顶店而生 但世上可没有后悔要吃 在场最开心的莫过于苏千亿了 最小的都要歪到姥姥家去了 而赌输的店主也输得起 还特地挑选了一把适合你的仙剑 百花仙子也平淡地将玉佩立上 这东西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来到了你的手中 你不理解青来的良苦用心 只觉得他现在看不上你 是因为你太弱了 毕竟他作为百花仙子 可是被无数大佬添交 所依求的对象 现在你已经电器大圆满了 该要为助机做准备 但落大的乌鸦店 竟拦不出给你天道助机的材料 唯一的一份自然是留给世界 俗妙情 你也决定下山历练 根据前世的记忆去找一些东西 这样或许也能天道助机 苏潜艺虽然平日不满你 但作为师傅也很难受 无法帮到徒弟 在临走前 事件给了你很多盘缠和保命道具 特别叮嘱 如果无法天道助机 且无随意足迹 人道助机和地道助机 会限制你的未来 哪怕是去求去讨 也会在这些时间想办法的 你没有再继续交情 告别众人离开了乌鸦店 只是临走前 你还想去一个地方 你要问清楚青男到底想怎样 你不需要百花仙子施舍 不需要他的同情 如今他确实比你强很多很多 和上一世你能与他并肩 这一世一样可以 飞雪店没有男弟子 所以防守是最为严格 你只能麻烦守门女弟子去通报一下 乌鸦店临北要来求见飞雪店店主 但守门弟子却要你拿出信物 店主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见到 你想想也是 正打算离开时 却遇到青男的正转弟子 他知道你跟青男关系不同寻常 于是决定还是去通报一声为号 很快你就被带到一座宏伟的宫殿中 现在就只有你跟青男独处 你拿出玉佩 询问这是什么意思 同情还是施舍 青男没有任何表情 淡淡地说道 这只是输给聂师傅的东西 你多么想要可以再丢一次 你之前的硬气荡然无存 转头是一点借样地说道 娘子送的东西怎么会不要呢 青男听到你喊他娘子 眉目一瞪 让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依旧像那匹狗一样贴了上去 奶奶不要生气嘛 好歹我们前世也是夫妻不是吗 前青男不搭理你 你收起戒样 认真地说道 自己是要告别的 青男这时候才发现 你穿上一身便装 你要在两年内填倒住击 替乌鸦店在两年后 正用白去赢得名次 就这样 才能解开乌鸦店的困境 可这其中牵扯很深 青男竟然有些担心你 但没有人比你更清楚那一幕了 如果放人不管 师父就会莫名陨落 你也会再次背上史诗的黑锅 青男虽然对你很有信心 但你两年后的对手 可是助击后期的天交 你杀追到青男对你的担忧 戏谑的调看 要跟他打个赌 只要你赢得真无排序 就答应你一件事 反之现在青男修炼你给的 改良版功法 就当送他了 不用再感觉亏欠你 另外再送他一份打机遇 你边说边走到青男面前 你要证明自己配得上他 白花仙子刘青男 这辈子注定是你的 你强硬的态度 让青男别过脸去 有些羞涩的不敢看你 但嘴上却还说着 我不是你的妻子 你也不用做这些 哪怕没有赌约 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帮你 下一秒 你突然抱住了青男 堂堂一殿之主 无数大佬天交的梦中青男 此刻竟呆怒目击地 任由你抱着 你深吸了一口气 修着青男身上的体香 随后笑道 果然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次就收点底息吧 只有你打算再做点什么事 青男身上散开的气息 瞬间将也炸飞出去 信不信我杀了你 此刻青男的绝美的脸色 冷落冰霜 看来是气得不轻 你笑了笑 只要他不会杀你 调侃 能抱一下 无数修建人士的梦中情人 吐口血也不亏啊 不等青男再说什么 你眼神突然变得坚毅 两年后再见了 青男 看着你离去的背影 青男的内心 无为杂陈 自从你的出现 就一次又一次 打破了他的底线 自己难道对他动情了吗 不管有还是没有 青男都希望你能平安回来 一定要活着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